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 演习结束后 张万年检阅参演部队并做了重要讲话 他指出 最近李登辉公然背离一个中国的根本原则 大肆鼓吹所谓两国论 彻底暴露了他企图把台湾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的狂妄野心 是对祖国和平统一的蓄意破坏 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 这次渡海登陆作战实兵演习 充分显示了我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立场和坚强决心 展示了我军维护祖国统一的强大实力 我们严正警告李登辉 玩活者必自焚 祖国统一是大势所需 人心所向 任何分裂势力想要逆立式潮流而动 都不过是躺臂挡车 不自量力 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自取灭亡 张万年强调指出 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仍然是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但我们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坚定不移的 以国家意志为最高意志 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 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有办法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绝不容忍分裂祖国的图谋得逞 绝不做事任何一寸土地 从中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 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密切注视着 事态的发展 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分裂祖国的 罪恶行径 好 看了这段士兵演习的电视短片呢 心里感觉非常的振奋 可以说这次演习期充分展示了 我军办中一心 共同汉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成的 坚定一致 我们也看见了不少新式的武器 得到展示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进行士兵演习 这次演习的特点有哪些呢 请主持人家来介绍一下 那么我们这次军事演习的 它的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指向李登辉分裂祖国的言行 指向那些企图依照外国实力 来分裂祖国的这些民族败类 最近李登辉不断放风 说我军这次驻军兵总联合渡海 登陆作战士兵演习 是一次年度计划内的例行性训练 而这个训练内容又了无新意 实际上呢 李登辉啊 他这是在自欺欺人 他自己也心知肚明 我们这个任何军事行动 他都是有一定的政治意图的 特别是联合军事演习 他的企图立案是有很鲜明的 这个针对性目的性的 这次东南沿海方向 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渡海登陆军事演习 就是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的 意志和决心 这次演习 同时在东南沿海的两个战区 集中陆海空军和第二炮兵的数万部队 在多个方向同时展开实施联合演练 这在我军的作战训练的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参加演习的驻军兵总在统一的指挥下 分别在空中海上水下和地面战场 对敌实施联合打击充分展示了现代条件下 陆海登陆作战的壮观场面 我军大批的新装备在这次演习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使陆海空三军和第二炮兵部队在作战中 如虎添翼 先进的作战舰艇 新一代的作战飞机和电子干扰设备 使我军能有效地驳去治海 治空和治电磁权 刚才校长也讲到 我们的自动化指挥系统 这套系统就是叫做战能力的备争器 使用这种现代化的CTI系统 我们叫做自动化指挥系统 那么就大大提高了驻军统联合作战能力 充分显示了我军的作战能力的大幅提高 除此以外 我军实际上从传统讲 我军不是为武器论子 我军全叫什么是人和武器的结合 从图上大家可以看 从图上可以看到 我们的士兵 我们的战士 都是用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鼓舞的 他们又掌握了最新鲜的武器 他们所形成的战能力 鼓舞不克 这次演习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还组织了快速动员 征集民兵民船参战的演练内容 动员民兵征集民船 只是在浙江沿海的一个海岛城市的一个区 两个渔业公司和两三个乡 就征集了近千艘渔船 那么这些渔船呢 也不是像过去的那种 要挂翻 要摇卤的渔船 而是这个钢纸的 有柴油发动机的 马力很大的 这个机动预传 机预传 它的抗风力可以达到八级 载重量都在一百吨以上 民兵征集了以后啊 征集时间很短 但是从图像可以看到呢 他们这个战术动作是非常整齐的 都是按照这个战术要求 间隔距离 按照一定的波数 先按车息 而且按时展开和测退 这套战术动作呢 它很短线的也就完成了 而且你要是从远处看 如果不是看遗船的话 跟制式装备上路战术是一样的 就一模一样 说明我们的民兵呢 就是经过这样的短期训练 就能够适应这个未来战争的要求 而且能够达到我们的战争要求 有的那个镜头 就是在受这个渡海先锋船这个镜头 对 所以这个在这个为了争取这个船 这个渡海先锋船这个容易称号啊 各个船呢都互相比啊 那么怎么争呢 最后是哪个单位训练的好 那么才就是受这个起号 当然争这个渡海先锋船 也说明我们这个移民 我们的广大民兵了 那对于李文辉所搞的这种 两国的这样的造型 其实是深无痛绝 就正如刚才说这个 他也 因为像那种仇战心情呢 不但中国人想解放军的子弹员 有这样一种仇战心情 他通过我们的军事务争 来打击这个台北分裂势力 同时广大民兵和中国人民 我觉得好多反应这样一种心情 就是通过他们的行动 这个分裂势力进行打击 从那镜头上也可以看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子弹员 在那边举手宣誓 我说这代表了我们这个 全军子弹员 都是这么一个心情 将用于我们的先锋 和生命捍卫国家主权 这叫完整 在演习中我们就是使用大量的一些先进的上路工具 比如说气垫船 直升机 等等这样一些比较 还有闪降机降 这种这样一些方式 那么 中国作战 说到底的就是 作战双方 向这个作战地区 投手阴力速度的比较 那么你有了快速上路工具 就可以在焦短的时间内 迅速形成优势 形成力量优势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有效地夺体 控制这个分裂场 另外呢 在演习中也显示 演习和我们向众生发展的能力 向众生土地能力 就是我们能够用这些武器 抵抗敌人的反复机 而且呢 在专达户 在专达集团的养护下呢 向众生穿插 迅速都打到台湾的众生去 因为台湾的地理特征就是众生短抢 我们两个冲军 一个是一个 两个冲军就可以一直打到他们那 一直打到他们的战役变成去 这样的话就是 我们未来这个对台进行漏洞 如果需要登陆的话 应该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 有绝对的把握 其实这个两次作战的胜利 我们这些武器里头呢 虽然是很多远战武器 在我们的近战武器 在这些镜头上也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轻武器 我们的近战武器 都有大幅度提高 我应该顺便说一句 我们的轻武器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 在咱们五等 某些口径的一些轻武器系列 一些枪竹 世界各国的枪 比较起来 我们的枪应该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不但有近战能力 有远战能力 有这个金水打击能力 我们有空战能力 有海战能力 还有这个木杏作战能力 两性进攻能力 我们的能力要综合起来 要大大的高于台湾军队 你想想 李东东想搞什么赫索战略 但是要持人生命 大家这次实战演习的战士 都非常的勇猛顽强 表现出了他们时刻准备 捍卫国家主宣和领土 完整的坚强全新 可是李登辉为了推行 他的这个台独政策 安抚这个台湾民众部 所以说我们台湾也有 18套战术可以对付 打入强大军事力量的 没有什么可怕的 所以请几位专家来抛一下李登辉 他所说的这个18套战术 是什么样的 实际上他这些所谓的 高技术武器装备 有很多致命的作用 首先呢 他的这些武器装备 并不是最先进的 综合作战能力 有时和有限 就比如说 他的F16 F16型 这个作战飞机 这个飞机呢 是美国研究一种飞机的早期型号 那么这个F16飞机 有A型 B型 C型 B型 还有以后的延续发展的各种型号 那么台湾引进的 只是A型和B型 这种型号呢 美国在卖给台湾的时候呢 里头很多先进的 高性能的电子火控设备呢 已经都取下来了 那么呢 这个 他的实际的作战能力呢 已经大大的打折扣了 另外从他的这个碎面舰艇来说 台湾最近几年 自己制造和引进的 这个美国技术 法国技术的 几种型号的作战舰艇 基本上都是 美国法国60年代的 这个技术的产品 它的综合作战能力不足 另外它的潜水的数量也很少 这样呢 它海军的力量呢 综合作战能力呢 有打大的 大打折扣 飞机呢 它现在目前 F-16型战机 已经摔了四架 那么摔一架 少一架 它引进了100多枚导弹 打一枚就少一枚 自己不能生产 不能制造 并且在技术维修保养上呢 也有很多困难 这个高科技的武器装备啊 技术还能很高 要求是掌握技术 掌握这些 操纵这些武器装备的 这些人的素质 也要求非常高 那么它通过短期的 应急的训练 不可能达到这个组 不能够救心家属的 来运运自足 来使用这些高级武器 这样也可以使 它的高 所谓的高级武器装备 的作战能力